Hello,大家好,我是SYV的Team TimTIMt 沒錯,今天又來到 單車領屆小教室了 那今天要介紹什麼呢 ? 沒有錯 就是最近非常夯的Tex訓練台啦 在這個這麼多品牌的地方呢 Tex訓練台 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那它特別在哪裡呢 它厲害的地方又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都有一一的為各位介紹 那老樣子 我們請到了一個對Tex訓練台 非常熟悉的高手 聽說他跟Tex訓練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他愛他 他愛他 每個都愛他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歡迎我們的Tex訓練台達人 溫義 好啦 現在才講到我 我在後面這麼久 你現在才Cue到我 好啦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還是 還是開始吧 好 那Tex 我們那個Tex訓練台 它的APP到底有厲害在哪邊呢 喔 應該是這麼說 在我們使用Tex的訓練台之前 我們一定要首先要先了解 有兩個APP是我們必須要跟Tex密不可分的 以現在手機或平板可以用到的 就是我們第一個講到的是Tex的utility 就是我們的測試工具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會介紹的是 我們的Tex Training App 它已經有做一個非常大的改變跟更新 那待會會跟各位一一的介紹 好 那我們剛才所介紹的有兩個APP 必須要跟各位重點提示 那現在先介紹第一個APP 是我們講的Tex Utility 也是我們所謂的Tex的測試工具 那我先打開這個APP了 先找一下我的APP 在螢幕上面顯示呢 我有兩個 一個就是Training 一個就是Utility 我們先開這個Utility 當然我們要在開這個Utility之前呢 我們要先確定我們的藍牙是開啟的 那 開啟之後呢 首先一定要知道說 叫做配對 配對第一個講過了 藍牙要先開 之後呢 因為我剛才已經有配對過了 所以它直接幫我連結 就直接拉到這個 Nio 2的這個訓練台 好 接下來 在這個Utility的一個重點呢 就是 我們只要車友一拿到我們的訓練台 一定要先開這個APP 先去確認它的韌體有沒有更新 那我們做一個下拉式的菜單 菜單這邊會有一個Update Update就是我們在做韌體上面的更新 上面就會顯示出來 喔 它這個更新 TrainerUpdate 看你是不是要去做Ready的更新 最近的版本是0.0.34 那你現在的版本是0.0.32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Update的更新了 好 確認沒有其他的 藍牙 裝置在使用 好 OK OK 點進去 那還會做更新 通常更新的時間呢 大概會在 2至3分鐘 甚至有時候不等4分鐘 5分鐘內基本上都會完成 假設說在更新過程中 有一些問題的話 那當然是建議你再重新 重新開機 重新做更新的工作 好 經過大概3分鐘的更新呢 它現在畫面已經出現了 你的更新是完成的 所以你就要按 OK 那現在你再重新一樣 下拉菜單 看一下我們的Update 好 你現在你的韌體呢 已經是最新了 你現在的版本 跟最新的版本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點3次的版本 好 那在我們這個 Utility的App裡面呢 除了我們做韌體更新之外 Nio的系列呢 它是不需要去做 所謂的校正 但是Flash系列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一個 校正的那個選項 可以讓我們去做校正 Flash之後的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叫做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叫做 Taxing dashboard 就是我們的 定期設備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從這個面板去看得到 那這個App的 書面的解釋呢 已經在我們的 另外一個連結上面 就有做書面的解釋 那這邊是稍作跟各位介紹 第一個 所謂的 配對 第二個任體更新 在你機台拿到呢 一定要先做這個任體更新的動作 好 那 這個是我們的 Utility App的介紹 接下來呢 我們進行 第二個 Training App的介紹 新一代的 Training App 跟之前的 Training App 其實是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包括它的介面上面 還有它的使用功能性上面 是非常的 跟第一代已經是階段不同的 我們之前可能只能夠在 藍牙 是已經開啟的 好 現在確認一下藍牙 OK 沒錯 藍牙開啟了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呢 就是一樣 開啟我們的 Training App 好 這個是開啟畫面 那 看一下這個畫面呢 右上角也有叫做 呃 Connect Trainer 就是要叫你做配對的動作 那你把它點進去 那 它這個 Training App 在搜尋你的那個藍牙裝置 就是我們的訓練台 是 在搜尋的訓 呃 時間上是非常迅速的 只要你的訓練台 有接電有發熱訓 它就會出現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先連結這個 這台 呃 NEO 2 好 連結的時間呢 可能它 要跑一下 好 連結之後呢 它會出現你的 呃 呃 訓練台有三個 哦 基本的 數值會在 我們的 App 上面看得到 一個是我們的功率 接著是我們的速度 接著是我們的踏屏 這三個都有 顯現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 就先 測試一下 是不是功能正常 好 OK 覺得沒有問題 那 最右邊的這個 BPM呢 是 假設我們有藍牙 心跳感應器 接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到我們的螢幕上面 好 好 那 它的 介面呢 最基本的 這個 最簡單的 Walkout 這兩個 也可以使用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的 所謂的影片 呃 不管你是要加入 付費 會員或者是用我們 30天的免費 會員的話 那都需要 透過我們的 呃 雲端 Tex Cloud 去做那個 帳號上面的申請 好 那我們用最簡單的 Google 或是 Facebook下去 登錄之後呢 你會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影片這邊 你可以選 Show 那你如果是 Premium 就是 付費 會員的話呢 這些鑰匙就會被解開 那 目前我們可以用 使用這件事有三個 免費的 影片 那接下來我們就 直接按 影片 影片部分呢 你會看到 它這個是 真實的 Tex在各地 比較有名的地段 去做的那個 呃 路線拍攝 那路線拍攝 只要它有 上波下波 它就會直接 透過訓練台 把那個波路回饋到你的 訓練台上面 在你踩開的時候 它會產生 相對應的 GPS的阻力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按照 開啟這個影片 起程 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先做熱身 那當然 你如果 還沒有起程之前 你還是可以先做一下 大概 30秒 甚至2分鐘 3分鐘的熱身 這都沒有問題 那你覺得熱身夠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 起程了 好 那現在的畫面呢 跟之前的 其實 你在手機上面 所 好的流暢畫面 跟你在桌機上面 其實是已經快一模一樣 以我們現在的 呃 所謂的4G的 連線來講 其實是已經夠用了 那你可以用 直立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 所謂的 橫式的方式 那你看到的 影片 就會更完整 那影片 上面你只要輕點螢幕呢 它的資訊 就會 隨之做改變 我點一下 現在是下波 所以我的基準座 我的那個 NEO的特色就是 插電的時候 下波它會自轉 好 這樣畫面可以 假設你都不要看任何的數據 我要享受這個 以前的封頂的話 那我直接 把那些數據把它點掉 那 這邊出現了 Get Ready to Conquer 它這個是 它的新的一個 顯示介面 現在跑出 右上角這個介面 它會出現 呃 你到達下一個封頂 大概要多少時間 現在我的 預估時間 以我現在的速度 它慢慢來減少 4分 29秒 20秒 假設我在速度快點的話 那當然 到達的 呃 時間都會縮短 那這邊它有顯示說 何時可以到達那個工頂 好 這一個 提示的介面呢 是它新的一個功能 非常扭序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現在在畫面上面 可以看得到 上面有很多 跟你相同同時間使用這個APP的 車友 它會選在你的畫面上面 等於是說也有那種 呃 遺物上你不會孤獨啦 跟你引起培起的過程 好 那我如果把螢幕 用手上拉之後呢 除了看到影片的畫面以外 你可以選擇真正的GPS的畫面 那 點進去 那這個就是 你在這個實際上的GPS上面 看它的畫面 或者是 我什麼都不想看 我只要看我的數據表現 好 那這就是我的數據表現 一樣 這是你的瓦數 你的速度 你的回轉速 都可以用 左右移動 去選擇 你要看的數據 好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影片 好 我看 還剩下三分鐘 照擋我們這個封頂 好 這個界面 你知道透過你的手指頭 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操作 所以 非常的友善 好 那當然我們今天是不可能把它洗完 因為 洗完的話可能今天又不用上班了 我們現在把它停止 停止 它再問你說 你是真的要停止 當然 那你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之後呢 只要 你有帳號 它就會幫你 上傳到你的名端 那就完成這次的那個訓練 那這次是我們針對 Tex Training App的新功能、新介面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希望看到影片的各位車友可以馬上去嘗試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功能 OK 非常謝謝我們Tex達人的精辟的見解 去分析 果然啊 達人就是達人 你看 它類似是這樣子 這個已經累到都哭了 真是非常厲害 相信你們今天已經對我們Tex的App有著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就會到這邊啦 那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點贊我們的粉絲團 下次還想再看什麼影片呢? 什麼主題? 沒錯 都直接留言在下方 讓我們知道 好 那我們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一起跟觀眾say goodbye啊 掰掰 7月1日 著 Orchestra 熊